這是酒喝 這是他自己喝的 他那頂頭收客家酒喝三個月 就是這邊參加家酒輔導班 其中一位警員收客的 剛才提醒自己不再喝酒 也對客人的興趣中心吹回來 專業對喝酒的注意 每天沒有喝首位會發得 現在二十幾天沒有喝了 就個人輔導一個理性嚴禁來講 他已經二十幾年沒有刻印章了 那已經在我們輔導之下 重為他的興趣 那也慢慢展現一些成果出來 超團本郊有了票門經驗 因為喝酒調水很興奮 沒有上海百人也可能會自己去投入 所以希望為金本來改毒 他們就主動開設改酒輔導班 目前有四位的新聞 就有每一座的座長來營養輔導 希望有後來改善這些經驗要喝酒的習慣 在我們局長以及分局長的策略 精進作為之下 那我們本分已成立一個戒酒班 在這段期間 我們除了協助他到草寮療養院 來實施戒酒門禁以外 那我們不斷使請實際 相當的宗教的力量 來駕以輔導 由所長陪同從事爬山 跑步等正面的一些休閒活動 那在這段期間 發現效果真的良好 驚豐表示 剛尋求醫療和總教的力量 他也會透過團體的輔導 關心今晚工作和心情的狀況 另外就是進行家庭訪問 希望家修可以作會及其效 記者的女性 蔡宏報道 二十年沒當多了 你看